大家好,我是姜维平 今天心情比较好 制作了几个节目 想再制作一个 就是再谈一谈中共官场 在十九大之前 人事调整 特别一些高官的选拔的一些问题 现在因为离中共十九大 已经还有几个月时间了 可以说迫在眉睫 那么对习近平来说 这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就是说能不能在进军十九大之前 整齐的选拔自己的人才 排好自己的队形 增强着战斗力 已经到了千军一发的时刻 我看了网上很多消息 有一些都是比较可靠 也有一些不靠谱 但是不论哪一方面 基本上都围绕着十九大在说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最重要的就是在北京 习近平使用的两个人 党政两个人 都是孙飞 孙飞就是非中央委员 非中央候补委员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蔡奇 市里书记的蔡奇 市长陈杰宁这两个人物 都很年轻 而且过去的政绩都不错 共同特点都是资历很浅 连这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 这两个人能一下就是到了北京 这个政治文化中心 也可以说是皇城脚下 挑起这个纵担 这个的确是习近平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举动 这个举动充分体现了 习近平的思想性格 就是什么呢 不拘一格匠人才 过去共资争不有首诗吗 是吧 讲到这个当时这个社会的一些情况 在用人方面的沉闷的气氛 那么习近平现在呢 就敢于把他打破 这两个人很年轻 既没有资历 知名度也不高 但是一下到了京城去 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 现在的形势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危急 你看在国内啊 各个派系啊 江派啊 胡派 习派等等 还有大大小小的 你说不清什么派的 都有一些利益集团 这个代表一些利益集团 他们正在搅注啊 这个宗南海的核心的这些权利 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 非常焦急 因为你如果说 这个某一个领导人倒掉了 他那个和他联系起来 作为保护伞那个利益集团 可能就要 有一些人可能就要被捕 抓捕入狱 或者掉脑袋 或者这个生死存亡的一个时期 所以很紧张 那么呢 与上海啊 天津 从庆相比北京呢 更是重中之所 所以呢 习近平要早一点啊 就打破这常规啊 把这两位啊 年轻人 这个放在那个里面去 以免呢 就是说 后来发生一些事情 可能干扰他的一种思路 那么呢 我看啊 这个蔡奇和这个陈杰宁啊 我不是太了解 从网上看到一些资料啊 这两个人背景的情况啊 这个走过的仕途啊 业绩 应该讲 还是这个非常不错 据说 31个省市当中啊 有5个人是算飞啊 也不光是陈杰宁和这个蔡奇 还有5个人 一共 还有3个人啊 也是这样算飞 那么在省长当中 竟有14个人是算飞 这说明习近平啊 对于过去这个 18大啊 产生的中央委员 后果委员 有些人 他是不信任的 当然有些人 他也可能信任 但是后来出了问题的啊 这个出了经济问题的 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 那么 与北京相比啊 这个上海啊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 是江泽民的一个老曹啊 看来中纪委啊 王岐山 这个王岐山 对这个上海的查处啊 这个力不从心 就是冷然厌用了 不得不用了 这个政坛的大佬啊 韩正继续在那地方当书记 但是已经配备了一位 叫英勇的啊 这个副书记啊 站在他的身后 看着他 等待接班啊 就如果时机成熟 可能韩正会出问题 英勇就是顺理成章 成为上海的一把手 那个地方 我估计将来抓贪官的话 以江泽民为首的 可能是一个卧案 现在呢 摆出架势 是把陈旭啊 检察长抓起来了 那么可能 法院的院长 公安局局长啊 等等这些主要的部门 政法委啊 先把他变动 这样打开一个通道 将来抓捕 贪官的时候要 要有这个更方便 啊 那么重庆呢 我过去已经讲过了 这个 选用了这个 张国卿啊 和唐良智为这个副书记 因为但是重庆 偏语 西南异语啊 所以呢 西平好像不太着急 不像北京啊 因为北京 过去大家都知道 毛泽东在的时候啊 那都是 想发表一篇文章 在北京都不写 拿到上海去发表啊 记得毛泽东那时说过 就是说他这些 写的一些文章啊 毛泽东要想发表 这些文章 就是姚文元写的啊 都发表不了 还要绕道到上海去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 对吧 你可以看出 京城啊 连毛泽东当时在的时候啊 这个强势人物都无法 全部把握 所以习近平现在有点 就是非常着急 干脆空降两个 我自己的这个底细啊 而且年轻力壮的啊 这样的年轻的去干 那么呢 河北 咱们河北最精彩啊 就是这个 叫陈刚的 这个人 到了河北当省 一个一个主要的领导 书记啊 这个主要的领导 那么陈刚过去啊 他在上海 在这个北京啊 干过 后来呢 又到了这个贵州 在赵克志啊 这个手下 最有趣的是什么 这个赵克志啊 后来当了河北省的主角 接着这个 本岁啊 有本岁 那么 赵克志不是谁的人呢 过去呢 紧跟胡锦涛的 你看现在最近 有人这个罗列的一些名单呢 就是在贵州省啊 成了这个大本营了 干部培养大本营 出了很多这样的干部 担当纵人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过去啊 就胡锦涛在那里 留下的嫡系啊 和习近平选用的人 正好对接 这显示着什么呢 习近平和胡锦涛 大体上现在是结成联盟 两人正在团结一致啊 迎接这个十九大 也就是说 他们排着队型啊 这个方块队里面 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胡派 共性团派啊 一帮一帮四就细派 那么这个力量显然 非常这个 完整非常大 这也就搓穿了 有人现在预测 说是十九大开不成 会怎么样啊 我看没有问题啊 你看只要是胡锦涛 和习近平两个人 团结起来 哪怕是表面团结起来 不撕和脸皮啊 不会因为 令计划的事情啊 产生矛盾的话 那么他们对付江派啊 其他的一些 小小的一些派决 那就是轻松 非常轻松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 这个证据啊 就是习近平在整顿了 这个部队以后 通过反腐畅联的手段 把部队 这个过去那些 贪腐分子打掉之后啊 自己的人马 全部接管之后 开始整顿党务 党务这方面 现在看了 习近平啊 选用人才啊 这是不拘一隔 大胆的使用啊 所以现在形成了一种局面 就是什么呢 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啊 他们已经呢 每个人呢 都在点将啊 任命啊 排好整齐的队形啊 整齐的向这个十九大 这个进军 而且 尽管海外现在有一些 关于王岐山的 一些负面性能啊 可能影响了 王岐山进入这十九大 就是在留下来啊 可能是要影响 但是好像习近平也不怕 因为习近平 他本身 我上次讲过嘛 选用了李淑磊啊 北大一个臣 叫神童啊 他也接下来宗纪委 宗纪委副书记 兼这个追逃办的这个领导 所以他也有打算 有准备 此外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 这个社会要稳定啊 这个 中国共产党 历来采取一种办法 什么办法呢 这个一个地区啊 这个有两个领导人 实际上都是一把手 但是 有什么党和阵 他们两个互相监督啊 互相制约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互相举报 我记得以前我在东北啊 到黑龙江去 我记得那时候 见到那个 黑龙江省委书记 这个岳宇泉 这个河南 河北 那个黑龙江省委省长 这个田凤山 还有这个省委书记 岳七峰 这个年代 这个久远 我都忘记了 他两个人党争吧 两个闹矛盾 越闹矛盾 上去越高兴 因为他们 可以互相到北京 互相揭发检局 就是一种制约 在他们的身后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中共利用这个办法来 控制党争 就是部队 就部队你比如说 你在重庆 重庆警備区啊 那些人都是成都啊 军区那都是 对这个地方是有制约 所以呢 习近平在军队当中啊 已经安下了这个 广广的啊 布下了人马呀 那么在党和政 又给你设下两个 有一定监督作用的啊 这样一两方人马 当然是目前看 是习近平和胡锦涛 两个平衡秋色 当然很多的共青团干部啊 尤其是在令计划这个 这个 呃 这个 原计当中啊 拿掉了一个分 但是你看在 在这个 其他省事啊 这个 共青团派有一些 还在留下来 这就说明 呃 习近平和这个 呃 呃 胡锦涛两个人 可能达成了一个 协议啊 就互相都给面子 那么呢 一起在选用的 这些领导干部啊 共同维护 这党的一种 表面的一种 团结这样的局面 呃 今天我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